白宮傳染病專家福奇認為 美國明顯低估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的人數 福奇接受全國廣播公司訪問時 回應有大學近日研究推算 美國新型肺炎死亡個案可能高達90萬 遠遠高過官方數字 福奇認為雖然推算的數字比他預期的高 但美國毫無疑問 一直低估了死亡人數 美國至今超過3270萬人染病 超過58萬人死亡 4成半人打了至少一針 福奇在訪問中提到 隨著越來越多人接種疫苗 可以考慮放寬室內口罩令 認為措施能夠有更大的自由度 並展望只要疫苗接種率夠高 美國人一年之後可以重過正常生活